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理论 说侯友宜是老二的话 侯友宜如果变成老二的话 会发挥起跑效应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拿着蛋糕下左水溪 最后又回到了大汉溪 左水溪是南部汉溪势力的中心 也是派系的核心张龙卫 但是金浮冲虽然去看了张龙卫 张龙卫假除非郭台铭不选 否则这一票一定投郭台铭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金浮冲无功而返 他无功而返 他回到了新北 他回到了新北 当然他也报告了 整个会谈的过程 那当中还有些龙建崖 他们等等都已经报告 所以侯友宜又重回大汉溪 当他由左水溪回大汉溪 说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 就是侯友宜在南部的选情 并不乐观 那第二个 他固守新北的结果 固守大汉溪 大汉溪是台湾 淡水河一条重要的支流 是通过了新北 转到了台北 那我们从这个地方 各位就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他固守大汉溪的结果 绝对不可能赢 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那现在我们话说回来 侯友宜在南部 为什么会崩盘 我们去看 从三月到五月的时候 侯友宜在南部 高平台南 然后嘉义 都略有胜算 但是短短的 两个月 就是517提名到723 短短两个多月 他在南部激进崩盘 为什么激进崩盘 我们先来看嘉义 嘉义现在可以说是 柯文哲跟赖清德的天下 侯友宜的民调 不容乐观 大概连国民党 基本盘的三层都不到 这个是一个 我们再看台南 嘉义是侯友宜的故乡 他的本命区 他的本命区三层 连国民党的三层都不到 那你看这个事态的严重性 再来台南 台南我们可以说 柯文哲强攻的结果 跟赖清德评分秋色 那侯友宜的民调 也降到了两位数 这两位数大概不超过两层 不超过两层 在嘉义不过三层 在台南不过两层 我们再来看高雄 那高雄 侯友宜虽然去的几次 但是我们来看 他去的 他的身世 不如柯文哲 也不如郭台铭 大概也只有柯智恩的一半 柯智恩至少还有四成二 但是经过 民进党和民众党 赖清德加柯文哲的猛攻 他这个四成二大概固守不住 大概掉到了三层以下 连国民党的基本盘也守不住 再来我们看屏东 我们看到了屏东 侯友宜当时在屏东 为苏清泉医师 选屏东县长的时候 一度还有 声势很高 是超过四成 可是我屏东的朋友告诉我 大概也在两成以下 我们仔细看 从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这个是民进党的铁票区 柯文哲可以攻得下来 为什么侯友宜攻不下来 而且节节败退 就是换句话说 南部地方派系司令 截至目前为止 他还没整合好 这个是对侯友宜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讯 我本人是在台南成长 我问了我台南的很多的朋友 因为我的朋友 有一些都有从政 甚至于也当选过政长 他们对于政治的敏感度 是非常高 他们直接了当跟我讲 听不懂侯友宜在讲些什么 就是侯友宜每一次讲 讲来讲去 就是在绕弯子 所谓绕弯子 就是口号式的 然后最后一句 一定是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你要凭借实力 不是凭借口号 那你口号可以打倒民进党 那侯友宜躺在家里 他就可以选 就是说 包含台南 台南的整个的区域 就我所知 大概不到16% 不到16% 我特别在台南去 做了一个小小的民调 当然我这个民调并不精准 那我只是问双脚 跟我从政的同班同学 他们直接了当跟我讲 动员不起来 到了高雄 柯智恩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侯友宜去高雄的次数 屈指柯数 屏东那就不用讲了 就是说在选前 大家对侯友宜还有期待的时候 他的身世一度压过了 赖新德 没有想到两个月的时间不到 人设崩坏 所谓人设崩坏 就是侯友宜 他所讲的很多的话 他所讲的很多的话 大家听不下去 一再重复跟跳针一样 那其次讲到了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基本上没有东 那各位去看看 云林张龙卫 他的势力可以影响到嘉义 但是 没有动员 那台南那就不用讲了 台南真的不用讲了 动员不起来 谢龙建花那么多的时间 花那么大的功夫 帮侯友宜 可是还是动不起来 还不如谢龙建出来选 你搞不好 这个地方还有四成以上的选票 但是侯友宜是腰斩腰斩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再来看高雄 那高雄的地方派系 包含两派 一个王军平 一个杨琼兴满 可是高雄经过 郭台铭的搅局以后 他的民调直直落 屏东也是一样 屏东虽然是有周点论帮他 但是周点论赶开胸脯说 我 我百分之百支持侯友谊 他的女儿 国民党中常委周梦龙 不是讲的吗 开出党籍在所不惜吗 我就是帮助郭台铭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看看 金浮冲提个蛋糕下左水溪 他认为可以跨越左水溪 结果现在 就只能够返回到大汉溪 他返回到大汉溪的新北 新北现在是三雄鼎立 侯友谊在嘉义跟新北两个本命区 情势都不容若观 是什么原因造成 第一个是人设的问题 第二个在讲的时候没有什么魅力 第三个我还是劝侯友谊一句话 到中南部去尽量用台语吧 这是你的母语吧 这是你的母语 讲话生动活泼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按照这一些人 帮侯友谊规划的人设 不会提升 当侯友谊人设不提升的时候 就跟陈时中一样 你有两成五你还是输 你三成还是输 所以现在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理论 说侯友谊是老二的话 侯友谊如果变成老二的话 会发挥气宝效益 但是我们看 柯文哲气得掉吗 就跟台北市长选举一样吗 就是黄珊珊跟 陈时中两个就是气不掉 让蒋万安得利 当然朱立伦经常讲 蒋万安的例子 那个时候国民党并不看好他 我那个时候已经把蒋万安的选票 我都算出来了 如果各位不相信你回头去看 我从10月5号开始讲 你台北市的一些情况 各位就马上可以理解 就是说选票是非要到现场 才算得出来 如果你光看报纸 你光看电子媒体 那个是叫右岛 但是我问了 我台南的朋友 高雄的朋友 我们家从前住在高雄 我在台南读书 我在高中的时候 初中高中我都在台南 那我家住在高雄 这三个地方 我都有很多的人 我都认识很多人 毕竟同学嘛 那他们有的是从政 有的人甚至于做到了赖清德的智囊 那从这些得到了一个答案 侯友宜的人设不改 你纵然提了十个蛋糕去 你想跨过左水溪 对不起 还是把你打回到大汉溪 你纵然死守大汉溪 你不要南部的这些选票的话 侯友宜选得下去吗 我怀疑